生肖兔属兔的人天生带有吸引贵人的磁场 在紧要关头的时候 总会有贵人出现 帮助他们逢凶化吉 他们有着精明的头脑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并会朝之不断努力奋斗 结果财运会滚滚而来 人也将会平安 生肖蛇属蛇的人常常被别人产生误解 惯以狡诈阴险的称号 属蛇的人天生富有 他们全身都是宝 虽然很多人希望从属蛇的人身上得到好处 而他们并不愿意 所以导致属蛇的人给人一种狡诈的感觉 对他们来说 他们懂得钱财的重要性 不会乱花一分钱 没赚到一分钱都会用在刀刃上 即使出现大的变故 也不会因为没有钱 而弄得手忙脚乱 他们懂得节约的开支生活 为自己将来结婚生子 存下一笔巨大的财富 生肖龙属龙的人天生富贵 他们一辈子都不会缺钱花 其实有些人从小家庭不是很富有 但是在邻居周围 还算是小康家庭 日子过得悠然自得 工作年纪 属龙的人为了赚取更多的钱 他们工作努力 刻苦认真 总是博得上级领导的喜欢 所以过不了两年 就能够升职加薪 在大城市买车买房 迎娶白富美 过着梦寐以求的生活 生肖羊属羊人的一辈子 可能遇到的贵人最多 而且也是很有福气的类型 他们就像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 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属羊人就是很多人的贵人 他们会无条件地 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 所以在自己遭遇难受的时候 同样会受到别人的呵护和帮助 生肖猪属猪人的一生福气满满 而且总是会得到贵人的相助 他们虽然一般不会主动 请求别人的帮助 但是当自己遇到难事 可能许多人会主动帮助他们 这和属猪人热情且重情义的性格有关 本来就容易多才多福的属猪人 一辈子都会被福气围绕 生肖蛇2023年属蛇人财心入命 又有龙的贵人临身 遇事有人帮 事事都顺利解决 正财偏财都旺盛 生财有道 八方来财 二月份财神爷会带着一大笔横财 去家里做客 接住富贵一辈子 二月份财神爷会带着一大笔横财 财神爷会带着一大笔横财